在两个多月 神韵艺术团就要来台湾演出了 目前在台湾的预售票售出情况 金额已经突破了1400万元 许多台湾业者也看准了这波艺术文化影响力 纷纷提出赞助合作计划 要赶搭神韵风潮 拿着刚出路的糕饼 神韵售票中心隔壁的陈老板 热情招待购票民众 用行动支持两个月后神韵的六度蒂零 百年糕饼业者顺赞这波艺术饗宴 看准神韵艺术团连续多年的国际影响力 近来有越来越多台湾业者 积极与神韵寻求合作 今年除了旅行业者之外 另外还有一些餐厅的业者 甚至有一些伴手礼的 类似凤梨书这样的糕饼店 主动跟我们谈 要给我们有票根的客户 带着票根去消费 他就给我们折扣 那详细的加速跟细节 都陆陆续续在增加 在谈当中 元旦日神韵票正式开卖 南北售票中心都出现购票月框 神韵每年在台湾政商艺术界都先请蜂巢 2012再次推出全新剧作 艺术团抵台前除了售票热框 周边商机也逐渐浮现 新唐亚派电视陈玉萍 陈真 台湾台北报道